小朋友,下午好,那今天阿姨给大家来讲一首新的诗,那在讲诗之前呢,咱们先来请小朋友给我们复习一下领读之前我们学过的,那先请瑞瑞给我们读一下《古朗月星》好吗? 好的,好的,好的,《古朗月星》 《古朗月星》 《古朗月星》 我也想一个 跟着读 长礼板 小时白玉盘 小时数十月 书座白玉盘 书座白玉盘 去杏花 glue 尤鱼摇台劲 尤鱼摇台劲 飞在 在清淳 bund 飞在清雲端 飞在清雲端 你走開可以嗎 你在旁邊去 你到那邊也不想去 好 那下面咱們來請Kato 給我們讀一下這個鄉村的這個畫 Kato 來請大家一起領讀 哇 遠看山有色 遠看山有色 盡清水無聲 盡清雲 春去花還在 春去花還在 人來鳥不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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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春圈 焙燃 都翁上 豁捲 豬 豬 绿变山源满满川 绿变山源满满川 似归生里鱼如烟 似归生里如烟 这是什么 羽如烟 山村寺月闲人少 山村寺月闲人少 财了 财了 财桑又叉田 财了 财桑又叉田 好的 谢谢安安 大家都读得特别棒 阿姨想要重新share一下 好像 我share 两个screen share 一个screen 大家能看到screen吗 好 好 今天阿姨要给大家讲一首另外一种形式的文学表现形式 那到目前为止小朋友已经学过好多好多唐诗了 是吧 那今天阿姨想给你们带来一种全新的文学表现形式 它叫做宋词 那什么叫宋词呢 宋词就是在宋代特别流行的一种文学表现形式 它是有别于古诗体的 古诗体这里指的就是唐诗 它和唐诗不一样 它和唐诗最大的区别是唐诗每一行的数字都是一样的 但是宋词的话 它每一行的字长短不一定一样 这首《如梦令昨夜语书风筹》是宋代的李清照写的 李清照是中国最伟大最有名的女词人 首先阿姨先给大家全篇通读的来朗读一下 你们听一下感觉一下 《如梦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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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李清照》 《宋李清照》 《昨夜语书风筹》 《浓税不消残久》 《试问卷连人》 《却到海棠依旧》 《知否知否》 《因是绿肥红瘦》 好那咱们一句一句的领读一下 以后待会儿阿姨再给你们字字分析一下 那大家跟我一起来读好吗 《如梦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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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丁 royal айтесь 日频》 《宋李清照》 《宋李清照》 уйте ticket 提 fund passage mutual 书风咒 昨夜雨声风咒 浓税不消残酒 浓税不消残酒 试问卷帘人 却到海棠依旧 却到海棠依旧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嗯很好 你看这里这个颂词就很明显 它的每一句话的长短和唐诗不一样 你看第一第二句它每一句话有六个词 然后第三句五个词 第四句又六个词 第七句四个词 最后一句是六个词 它的长短不一样 这个就是颂词的一个标志 好那我们来具体分析第一句 昨夜雨书风咒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昨天晚上啊 这个雨啊下得稀稀拉拉的 可是风呢却是非常的急促 这个就是很快很快的意思 然后第二句是浓税不消残酒 他这个浓字浓字就是说他这个睡的时间比较长 那说什么呢就是他睡了整整一晚 但是他早上起来还是觉得有点迷迷糊糊的 为什么呢因为他昨天晚喝酒了 第三句是问卷帘人 谁是卷帘人 卷帘人就是李清照这个词人 他旁边的这个小丫鬟 卷帘人他就问他呀 哎那个我们的这个花怎么回事 海棠花怎么样了 因为昨天晚上不是下了 下了雨又刮了风 他很担心这花不知道有没有受到伤害 他说这个丫鬟说知否知否 然后李清照说应是绿肥红兽 这个绿肥红兽说的是 他这个花呀花已经凋残了 但是叶子呢都长出来了 这个说明了什么呀 就是说明了春天要过去了 夏天要来了 因为花都凋零了 但是叶子都长出来了 小朋友对这句这个词 有没有点理解 我听说明了 他们自己变成在外面的样子 什么Kato 有些人把他们自己 弄成他们在外面的样子 挂在外面了是吗 好那我们再来朗读一遍好不好 如梦令 如梦令 送礼清照 送礼清照后 昨夜与书风筹 昨夜与书风筹 浓税不消残酒 浓税不消残酒 试问卷帘人 试问卷帘人 却到海棠依旧 知否知否 知否知否 音是绿肥红瘦 绿肥红瘦 谢谢小朋友经常的朗读 其实啊 其实啊这个诵词也好 唐诗也好 他们在古代 其实都是可以用唱歌的表现形式的 像咱们今天 现在这个年代唱的一些流行歌 其实他们古人也是用唱歌的形式把它唱出来的 那小朋友想不想跟阿姨学一学其中的一个版本 用唱歌的形式把这个词给唱出来 好吧 行吗 好 那我们就开始 Keto 要说话 那个 knock 什么 瑞瑞要说什么 Keto说言话 knock knock Keto knock knock who's there a crayon a crayon a crayon i said a crayon 等一会 你先讲课 没事的 没事的 你玩一下吧 你玩一下吧 你玩一下 你玩一下 你要不玩的有事 你玩一下 好啊 Keto 等我上课了 Keto 最后再玩个游戏好吗 最后玩最后玩 save it for later 好不好 嗯 谢谢Keto 好 那阿姨就唱一句 然后你们跟一句啊 嗯 不要 不要 不要吗 那你就bear whiskey 好不好 哎呀 哎呀 哎呀呀呀 不要不要不要 瑞瑞好吧 好 好 那一开始了 作业玉树分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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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咱们在一起啊 作业玉树分轴 作业玉树分轴 弄睡不消残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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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温缺连人 是温缺缺人 缺到還燙已久 缺到还燙已久 知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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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是绿飞红烧 亦是绿飞红烧 谢谢小朋友给面子太棒了 他们古人就是这种唱出来的 就像我们现在流行歌曲一样 那不是一首歌吗 对 它是一首歌 我就说古人他们也是这样唱出来的 跟我们看迪斯尼的音乐 或者其他流行歌曲是一样的 好 那看着小朋友对这首诗都掌握了一定的程度 那我们接下去 咱们因为现春天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有很多花 而且咱们也学了很多 关于花的诗词歌赋 是不是 那么其实每种花都有它特定的含义 那这种用来表达某种感情和愿望的花 它就叫做花语 我们来学几个花语好不好 那先来讲讲我们今天学的这个海棠花 海棠花的花语呢是离别的不舍 就是比如说你们下再过几个月要上kindergarten了 去学校了 那跟爸爸妈妈分开的时候 会不会非常的依依不舍 那咱们就可以送海棠花是吗 LewatArtest 卡特有什么问题吗 啊那个 啊 那个 嗯 是 那个 啊 我们就变成kindergarten的孩子 是的 kindergarten过了以后 你们就是kindergarten了 好 这是海棠花 海棠花的花 我马上就要上kindergarten了 对你和kindergarten是同一个年级是不是 瑞瑞稍微长一个年级 你说 那个我还 我现在从现在开始就不上课了 你已经是第几年级了 开始了 first grade 哇 瑞瑞是一年级咯 好棒 好那我们继续来讲花语 接下来的第二种花呢 是玫瑰 小朋友们见到过 爸爸给妈妈买过玫瑰花呀 买过吧 玫瑰一花就是象征着爱情 然后不同的颜色的玫瑰花 它还有不同的意义 红色的玫瑰呢是专门送于恋人之间的像爸爸和妈妈之间 黄玫瑰呢可以送给朋友 白玫瑰呢是表示纯洁的爱 但是总体而言玫瑰大概就是象征爱情 好接下去一种花叫康乃馨 康乃馨呢是 这种花是专门是送给妈妈或者老师的 Kate有什么问题吗 我就来听了 那你别玩了 我知道我知道 你们这个花是一个present 嗯是一个present 可以作为present 送给朋友 可以送给爸爸妈妈 同学都可以 或是送给同学的大人 或是朋友的大人都可以 嗯对的都可以的 但是康乃馨是专门送给妈妈或者老师的 以后你们开学了 就可以买康乃馨送给老师啊或者妈妈呀 最好栽几个花吧 嗯如果家里有的话那是最好的 没有的话咱们就得去超市买了 好接下来这种花呢叫做菊花 菊花在中国的这个环境里是专门表示 它是纪念过世的人 所以在中国的环境里 咱们可不能随便乱送菊花啊 嗯它也有这个清静高洁长寿的意思 但是多数情况下是送给过世的人 好你们还记得这个花吗 这个花就梅花 对了安安很棒这个就是梅花 这是我们之前学过的 春天花的那才在到夏天就不在 嗯梅花大概是在冬天开的 因为它有一首诗叫墙角树枝梅 淋寒独自开 它就是说很冷的天气 梅花很勇敢的开 因为冬天没有其他的花 只有梅花 所以它特别的坚强勇敢 好那我们接下来玩一个游戏 我们去看看小朋友还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说的 你们记得凯棠花是什么意思吗 阿姨给你一个提示 你们要去kindergarten了 你们很难过 那是怎么 我们要上学校了 跟爸爸妈妈走开 嗯对了跟爸爸妈妈离开很不舍很难受 所以我们可以送海棠 对 那玫瑰呢 玫瑰是什么意思你们还记得吗 就是可以送给老师或者妈妈 妈爸爸 也可以 可是我们多数情况下 玫瑰是象征着爱情 就是爸爸妈妈之间可以送玫瑰花 那你们知道康乃馨吗 康乃馨是送给谁呀 老师 或是爸爸妈妈 嗯可以可以的很好 对康乃馨就是送给妈妈或者老师 好那菊花吗 菊花你们还记得是送给谁吗 是谁呀 那我管了 来给你提示一下 玫瑰是送给纪念过世的人 过世就是去世了 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比如说如果你们家里有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年纪比较大了 他们到了一定年龄了 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咱们去祭拜他们的时候就可以带菊花 是不是 对 我也有爷爷爷爷爷 是的 也会死的 我以后的花 对 我们每个人都会死的 在不停的 不同的阶段 我们都会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好 最后一个梅花是什么意思 你们还记得吗 嗯 墙角树枝梅 灵涵独自开 这表明它一个什么样的品格呀 其他的花都不开了 那就说明它很勇敢 很坚强 是不是 那这是梅花的意思 我有个东西 嗯 你说 瑞瑞 那个梅花在冬天开花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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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 落花 花就没了 在夏天 长叶子 哦 是的 谢谢瑞瑞给我们科普 的确是这样的 梅花是冬天开 春天凋零 夏天长叶子 是跟其他许多花都不一样的生长 嗯 为什么只 为什么梅花只有冬天开花呀 没办法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 嗯 阿姨现在不知道 嗯 阿姨 呃 周末给你去找一下 呃 一些资料 然后再告诉你好吗 好吧 最简单的一个解释就是它喜寒 哈哈 哈哈哈哈 简单的简单是喜寒 我想是这样对吧 因为 因为 她就是喜欢这个寒冷 然后在寒冷的季节能够开花 反而在温暖的时候 她就不能开花 这个是她的特点 是就像人的性格一样 有些人喜欢春天 有些人喜欢冬天 这是她的特点决定的 好 哦 那我们刚才的这个词里面也讲了很多这个下雨啊 瓜分啊 那小朋友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下雨呀 因为是它们变成空气 下到云里边 变成小雨滴 下来 云里边有太多水滴 然后 然后 然后就下雨了 在中国的那个神话传说里面啊 有这个龙王和雨神这两个神话传说 那不知道小朋友有没有读过西游记 西游记就里面就有一篇说 那个孙悟空和洪海尔打仗那一段 洪海尔的三妹真火把孙悟空给 呃 烧坏了 所以他就去找了那个东海龙王 去找去借水 后来东海龙王就帮他下雨 解决了他的问题 另外雨神也是中国文化里面的一个神仙 它的作用也是给人们 谁不能画画 但是其实呢下雨呢 其实是一种的自然现象 咱们来快快的看一个简短的视频 雨是以示亲人思念所化的泪水 可能是有人想家哭得太伤心 才下雨的吧 阿兔啊 天空中滴落的雨水 原本是属于地上的 因为太阳的照射 将江河湖泊中的水分 变成了水蒸汽 水蒸汽上升变作小水滴 最后变成云 云里的小水滴小冰晶在运动中相互碰撞 变得越来越重 直到云朵拖不住的时候 便会形成雨滴降落下来 便形成了雨 也就是说雨是从云中降落的水滴 并不是亲人思念的泪水 华图呀 这世间的许多美好 也许等你长大后 才会明白 嗯 好的 再一个吧 没有了 那我们玩一个游戏吧 等一下给他 阿姨要重新再share一下screen 啊 他现在在幼儿园也学会了非常不好的毛病 就是 没事 Kato也有什么这样 好 那咱们那个小朋友刚才也看了这个小视频 你们应该以前也有一些小知识关于这个 为什么会下雨 从气体 从气体又变成了小水滴 那么这些小水滴呢 组成了云 他们在这个灰 他们在这个灰色的云里面互相碰撞 就变成了这个大水滴 后来呀 因为它越来越大空气脱不住了 就形成了 就变成了水滴 后来 变成了一个云 咱们来想一想这些问题好吗 第一个问题是下雨是龙王指挥的吗 不是 是自己学会的 第二个问题 咱们请瑞瑞来回答 下雨是有人想家哭得太伤心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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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是一个说法是不是 那雨水是哪里来的呢 雨水是怎么来的 是从陆地到天上 然后呢 那个雨水 那个砖发器和冷的东西起在 然后它空不下了 然后它就掉下来 形成了水 它来变成一个更深颜色的云 掉水 它来变成 你知道吗 变成水了 好的好的 谢谢安安 我可以投的分享 然后接下去一个问题 江湖河里的水分 是靠什么的照射 变成了水蒸气呀 那是太阳照射了 对的 太阳照射 那水蒸气上升后变成小水滴 最后变成了什么呀 变成雨滴 大雨 小雨滴 后来变成大雨滴 东西 其实水蒸气变成小水滴 后变成了云 是变成了云 先是变成了云 然后当云朵拖不住的时候 变成了什么 变成大雨 嗯对了 是的 最后就变成了雨 好 今天小朋友阿姨的分享 就到为止了 对呀 好吧 好 好的 行 那小朋友周末愉快 谢谢阿姨 拜拜